呼呼 好啦TestingTesting 大家好 歡迎各位又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大家踩單車的時候有沒有想過 怎樣才可以踩得快一點呢 那我今天就想著分享一下 關於回轉速和腳力的分配 那都是我一點點自己的個人看法 那我們平時踩單車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有些人 腳是轉得快一點的 有些人腳就轉得慢一點 那這個轉的動作我們就叫做回轉速 有些人叫踏騰又或者腳騰 都是同一樣東西來的 那回轉速這件事 究竟是轉幾快才叫做對呢 是不是越快就代表越好呢 那其實回轉速就不是說越快越好的 是適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那基本上回轉速我自己就覺得 維持在90至110左右 這個就是一個叫正常普遍的回轉速 有些人慢一點的話可能是90幾 有些人快一點的話就100幾 那這個回轉速就不是說你天生可以直接拉出來的 都可能是需要訓練了 一開始你踩單車你是一個新手的話 可能你會轉得比較慢的 只有70幾又或者80幾 而你踩下去的方式都是比較重腳 那如果比較重腳就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的乳酸的積聚就會很快 還有你的腳會很容易累 還有有機會會傷到你的膝蓋 所以有很多人都建議你不要重踩 所以重踩的意思就是說你的回轉速太低了 你那一分鐘裡面可能轉得60幾 但是你踩出來的時速 哇你踩到差不多40 但是你60幾的回轉速就很低 又或者你爬球的時候 你的腳每次都是很用力的追下去 追下去 就很傷你的膝蓋 還有效率就有機會是比較低的 如果踩單車的時候最好都把回轉速拉高一點點 順一點點 讓腳的負擔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這個就是 踩單車的時候就要拿回回轉速 和你的肌肉力量的一個平衡 如果簡單一點去理解的話 就是其實你的腳轉得越快 你的心臟的負擔就會越大 如果你轉低一點的回轉速 你的心臟的負擔就沒有那麼高 相反你的腳就很容易累了 而且乳酸的積聚就會比較快 比較多 所以自己就要拿回一個平衡 平衡 但是就沒有說一定要轉得越快越好 就不是這樣的 不是什麼轉到120、130 就代表越好的 都要看你那時候的環境 再去決定你踩什麼回轉速 還有還有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每個人的體質是有點不同的 所以回轉速 你的腳轉得越快 不代表你的速度很快 如果你回轉速是慢一點的 轉慢一點的 也不代表你的速度是很慢的 是怎樣看呢 例如說我現在 我轉回轉速我轉100 但是我的尺比是較輕腳一點的 我轉得很快但是我是輕腳一點 所以我平路踩的時候 雖然我轉得很快 但是我的速度就不是很快的 然後如果我現在的回轉速 我拉低一點的 我可能只有80幾90 但是我的尺比是較重 我是較重腳一點的 飛輪的數目我是較細快一點 來踩的 我的速度就會快過我剛才的那種配搭 這件事又要看另外一件事 就是涉及尺比 所以回轉速就不是單看回轉速 所以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腳轉得這麼快 回轉速轉得很快 但是速度有沒有去到這麼快 原因就是要看你的尺比配搭 以及每個人的回轉速都有點不同 例如大家一大群人的 全部人都是踩40這一個速度 有些人是轉90幾 有些人轉100左右 有些人是轉得甚至是更加高 但是大家這樣踩 都是正常的 都是選一個適合自己的尺比 一個回轉速去踩 所以如果你的腳轉得很快 高回轉速同時間 你也可以很重腳踩 如果你的腳是很重踩著一個很高的回轉速 基本上你已經贏過很多的單車手 所以回轉速和你的腳力是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那哪一樣重要一點呢 兩樣東西都是很重要的 不過有些人就轉得快一點 有些人就轉得慢一點 不過慢的就不會說慢到平路60幾70幾 如果你是踩著一個很高的速度 但是你回轉速是60幾70幾 你就只是太慢了 除非你是在上斜 如果在平路平均 每個人都是90-110左右 這個正常的範圍 而我自己可以拉到120 是不是代表越好呢 那就需要看看是甚麼的人 說不定對於你是好 又或者是差了 在外國就有做過實驗 就說你的回轉速拉到很高 反而效率是有機會低了 不如是低一點的回轉速是會更加好的 回轉速是涉及到最大的攝氧量 而這個攝氧量也會決定你的內力 你的回轉速是否真的可以拉到這麼高呢 有一些職業選手 它的最大攝氧量是去到很厲害的 除非你天生麗質 如果不是的話 學職業選手 嘩 接著120 這樣上斜 反而令到效率是有機會低了的 對了 我自己平時踩單車的話 我都是習慣回轉速是拉高一點的 拉高一點的 最主要原因都是因為我以前 不是說過我的腳受了傷的 所以盡可能我都不想讓腳 用太多的肌肉力量去踩 因為我試過如果下重多一兩格 就是回轉速慢一點 然後下重一兩格 就會感覺到膝蓋有機會很大的壓力 對了 上斜可能有時候都會明顯一點 不過有時候如果踩一些激斜 都很難說轉得快 都要大力一點追下去 對了 所以踩單車都是一樣很深奧的東西 要看齒比、回轉速、肌肉力量的配搭 做一個平衡 然後這個動作整個動作的滑圓 這個動作我們就不是叫踩單車 是叫做滑圓的 滑圓滑得夠漂亮的話 其實才可以拉到一個比較高的回轉速 如果有些人發現你自己拉一個比較高的回轉速 可能拉到超過100 就發現好像很不順 有些滑滑的 又或者人在動來動去的話 就可能你的滑圓滑得不夠漂亮 對了 不過踩單車是踩公路車 要一個速度比較快 一個回轉速度是偏高一點 就不會說70幾、60幾 真的太重腳了 要去到90以上 才可以拿到一個輕鬆踩的感覺 乳酸的積聚又沒有那麼高 還有維持的耐力 還有還有平均的速度都會高一點 就90以上這樣踩 不過90至100就要看回每個人 真的有些人會高一點 有些人會低一點 看橫法的話 你都可以看到有些人的腳 是會轉得快一點的 有些人的腳就會轉得慢一點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踩法 對了 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有觀眾問我 就拍一條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下一次又有些什麼可以分享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我們下條片 我們下條片 rank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